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能感觉到你家的空间大 看你家的空间能够容纳多少油啊 你说我家的空间大一点都容纳不下 那叫空间大吧 你说我家很有 很富足 很富足 那就看你家的空间能够包容多少 所以在有是关空 在空是看油 这叫打笔案 本来就是 因为世界一切法庄 它都不是自立 它不自立 当然也不是它力 但是它现前的时候就成就 一切它到哪里 再有一看的是空 你要看空的时候 你自然就知道有 像剑一样的 剑在哪里 紫色是剑吗 你看到什么色就是剑吗 那不都是你的剑吗 那色在哪里 你看到什么不就是剑吗 剑是色 剑要没有色 你没有找得到剑 色要没有剑 那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色吗 所以剑色之时 剑不利 色是色起来的 再照色之时 色不利 它就是剑 你就知道剑在哪里 它二法不利 所以它二法能骗住 这叫双破双力 这是决心吗 双破 硬无所住 双力 而生其心 双破 阿弥陀佛 双力 要至诚恳切 靠好念佛 师傅有个问题 我很愚蠢啊 我前一天我这一天问 我们常咒语了 我们常读这个咒 口子旁一个罗要怎么读呢 在咒语里面那时候 读喇叫的喇 喇叫的喇 不是喇嘛 三波拉三波拉三波拉不是三波拉三波拉 不是三波拉三波拉 也就没有那么那么的太过在意了 因为各种各种方言 但是只要差不多就行了 因为这个咒啊 因为方言不懂 所以过去你只要赤诚恨切 那就行了 过去不是还有一个叫做 后母来的她把它念成牛了吗 Omani bemi牛 对吧 人家念得好好的 你跟她讲 那是后母从酒老太太 就念不下去了 但是这个咒 还是要你告诉你 还不是念佛好 念佛好 因为既然懂得修行 懂得这个修心 那行者在世间史 他会在一切法中 先看现前的这个法 跟他现前的世间业力因缘合不合 众生的业力都还是坐在 什么妄想执着中 咒是什么意思 咒在中国字上来解释 叫运心成立 运动的运 运这个心成为力量 运心成立 运动的运心成立 就叫做咒 所以有一个叫恶咒 你像每天逼过子心 一样想 他要摔跤 他要摔跤 他真的就摔跤了 咒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要跟你的咒力相应 有的人一天当然想说 我要听到隔壁讲什么 听到隔壁讲什么 这个心慢慢慢慢就变成咒力了 别人讲什么还都能听得到 一直逼得他发疯为止 本来在咒的上面 你用世间诸佛的大咒 本来可以利益众生的 可是最初你在持咒时 我们是凡夫 我们在持咒当下 我们都还是用了什么 用众生的攀缘性 因为咒它就有成立 那个力量的感觉 有那个力道 所以你看密宗 它常常画的那些 那些本尊 都是一些狼狈 瞠目的那些力量 那就是告诉你 一个行者最初 要把这个咒心放在心中的时候 要有那个力量 要有那种作用 所以那叫运心成立 可是我们在接触那个力量时 因为我们凡夫的业力 常常就处处灼 你就会灼在那个力 灼在那个力 反而是什么 反而你就会心中不亲近 常常持咒就幻想 我得到什么 我什么幻觉 所以为什么 不懂大法的人 就是心性还没有养成的人 修那些咒 会容易起幻觉 那跟你去思维 比如说不要讲说佛名 思维大山 大山是名字 你只要常常去亲近大山 思维那个名字 真正去神肯解 思维那个男子时 你因为大山的浩瀚影响领悟 你慢慢就会分享过去 可是你要是在大山之前 想说大山有什么力 大山有什么力量 你反而回来变成造作 魔邪 所以你思维名字 还会让你心中亲近 你幻想说大山有什么力量 我要学大山的力量 你回来很可能变成魔 这个是不是佛法里边的 一切法从心手心 就是这个大力量 所以 密教不是随便传的 它不是人人都闷修的 它是要一天有个剑丝 它才能够灌顶 你还不打断那个心 就不能传给你 南传也是这样 不要讲密教 南传也是这样 南传的法 那笔修说法沙咪是不能听的 沙咪听叫道法 偷听到道法 就逐出神团了 你不到那个心性 你根本不能听笔修法 那当然现在南传 可能讲的就不是 就不是真的像过去这么 他们现在可能都是世间语言 过去南传 既然讲到南传 它直下就要见信 只是他讲到信中 不是讲到汉传佛教 在大圣中 讲这么圆满 他当下就要告诉你 这一念信中 他超越一切 他只知道超越 他知道这个信中 他不是黑不是白 但他还没有发现 他能单当非单当白 所以正在讲说 他不是 他非诸中法的 清静忠实 他本来他是超越 一切万物的这种大地 他讲这个法时 假如来听的人 他根本在支箭上面 还没有断掉支箭上面的攀缘 他就会攀缘这种 他的钉啊 钉中的那种幻觉 就幻想之后 怎样变成地 你坐下来都在幻想 怎么样变成地 你从支箭上 一直不断地挪直支箭 那将来会走火路 钉是在哪里 钉是在支箭上 慢慢慢慢放下支箭 才能叫地 既然放下支箭 那怎么会后面 还有一个说 我振什么火了 我得到什么地 你要说 真正放下一切之箭 连我振得什么定了 我振什么火 你都放下 佛才方便说 你可能振出国 一切都放下 那才是 那才叫情景 所以那个时候 沙咪 若是他 这个出离心 没有修成 或者是 一切前方便 或者说 不静观 没有修成 就不能来听法 出离心不静观 就是让你舍离世间的感觉 因为世间的感觉舍离 你连听法的感觉 说空说有 说地理都不会拙 因为你舍离 离心现前 因为你离心现前 连讲一个空 讲一个地理都不拙 那世间的感受 你就能放下 这个才能入地理 想让你出离心都没现前 你拼到地理 像现代人很常 一日禅二日禅 每天跟人讲什么地理 走火入魔的多 但跟持咒是一样的 就像那个屁育一样 走到大山 你教一个人 去思维大山的名字 这个人因为大山的名字 影响过这个人 可能 当然 心中会有转积 会有这种 潜移默化的这种张扬 和他进到大山 当然他是思维 山有这么浩瀚的力量 这么高原的力量 这么庞然的气势 我要学这种庞然的气势 我要怎么样 这个人出来 承受得少 流转得多 师父另外有个问题 我看师父里面 你们看了 我们阿弥陀佛 不是阿弥陀佛 有人就讲过 要阿弥陀佛 有人就讲我的阿弥陀佛 我以前听一个师父讲 像讲这个阿弥陀佛 是最近这五十年 才有阿弥陀佛 应该是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 我们好像你说阿弥陀佛 以前都是读阿 但是我也听师父 师父讲 这个阿呢 他讲从密法 西藏那边的密宗 跟英文的 应该是阿阿的 心音比较高 比较冲上去 阿是比较沉 只要我们 都要念佛嘛 你师父 你自己的见解 你来教我们 应该要念阿弥陀佛 还是阿弥陀佛 就要让我们讲圣的名字 讲到释迦摩尼佛 讲到一个圣的名字 像我们教育小孩子 跟他讲伟人的名字 或者讲圣人的名字 跟佛门中讲的释迦摩尼佛 目的是要给你一个名字 用你现前的环境的语言 你能在你能够心中 能接受这个名字的 就是临阶里 临阶里 阶语上面 它是能够不断的 让心性中潜移默化的 很多人就在这上面 他不会体会 心性之中那种向往 那种真正的气助 他在研究 因为每个地方方样不一样 到底是释迦呢 还是宿迦呢 台湾人讲的宿迦摩尼 哪个对呢 你非要一个米南人讲释迦 他讲不出来 他宿迦难道不是宿迦吗 所以 只是在这个上面 不断的纠正 那很多那些 阿弥陀连佛都没有 佛的英文就不打 对呀 那他们都不能到西方了 他们就去不了了 真的是 所以说 看到一个学习人 要是在这个名字上面 还在争议的话 你就告诉他 假如说是孩子了 应该他一个伟人的名字 他每天只在跟你讲 伟人的名字到底应该怎么念 是念世家呢 还是像别的什么米南人 念素家呢 有广东人 各个发音又不一样了 什么 我到底哪个发音准呢 每一个人用他现在的 地方语言发音的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发音都准了 怎么不准 那个音 会震撼他的心目 会震撼他的心灵 都叫做发震当音 那个声音永远不能够 启发你的心中的那种回响 它永远不能震撼你的心 你就算把音都调对了 那也叫暗昧 那叫暗昧 那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音吗 不可以了 习惯就好了 我一句叫阿密陀佛 下一句我没陀佛 那就是开玩笑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研究是阿是什么 甚至告诉别人只能念阿或只念嗡 那都是什么 你直接感觉到是你心不在哪 小孩子要是给你 你让他有伟人的故事 是让他学习的 可是他一天到晚再给你寄荆 寄荆寄荆 他那个伟人到底怎么发音 我知道这孩子完蛋了 我们教育孩子会 那有的时候更看自己 教育自己 我们的变形能力太差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